我们要Proof 一个表达式 它是不是一个无理数的人呢? 那我们可以运用反证法 那最简单的例子 切X就等于这个表达式 X的这个表达式 而且它同时是一个有理数 因为要用反证法 那我们就会切一个相反的名题 由那里做起似点 那既然X是这个表达式的话 那我们就尝试 搞一搞这个表达式 看看会有些什么可以看到出来 X等于 这个东西把份母乘过来 我们会有 A加跟好2 等于 XB加 跟好2的X 我们再把跟好2 固定在一起 那我们到头来就会有 X-1 跟好2 等于 A-XB 嗯 我们有个X-1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不妨 试一试 所以 如果X等于1 的情况 上面这条式会变成什么呢 X等于1 上面这条式呢 的左手边呢 我们会有0 因为1-1 是0 再乘成一个东西 那都是0 那 而上面这条式的右手边呢 X等于1 也就是有A-B 咦 A-B 等于0 那就是A等于B 那待会先 因为这条题目说过 AB呢 它们是互不相等的 那既然是这样呢 那我们就有一个结论 就是 这一个立论 是错误的啦 那所以就是得出X 不等于1啦 那既然X不等于1的话呢 那 不要算啦 我们将这个东西 乘过右手边 又看看会有什么啦 那这条式呢 在右手边啊 写过来 那我们会有 跟好2 等于 A-X B over X-1 那 说过X不等于1 那这个 分数的表达式 就miningful啦 没问题啦 我们可以不需要顾忌这一样东西 那 但是 我们又可以继续有第二个讨论 就是看一下这条式的左手边 是一个跟好2 跟好2 很明显 它就是无理数啦 那 而这条式的右手边呢 我们 A 它是有理数啦 A是有理数 B 也是有理数的 那我们逐样看啦 A 它是raditional的 B 也是raditional的 那1 当然是啦 不用问的 那剩下X 我们的前提 假设了X 同时 神组是等于这个表达式 同时 它也是raditional的 那所以 这个又raditional 这个又raditional 那 整条式 都是由有理数表达成的 那所以 这条式的右手边呢 就是有理 那既然是这样 一个无理数 不会等于一个有理数的 那便 从而我们想找的矛盾 就已经出现了啦 那所以 归立 这个 整个白画面的 左手边 和右手边这一部分呢 那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 上面这个X 就是这个表达式呢 它是raditional 的结论呢 是错误的 那所以 既然它不是一个raditional number 那当然这个表达式 就是一个e-raditional number